2022年8月9日 施观点 施永清 美国为什么会在低失业的情况下衰退呢? 7月份美国非农业职位大增52.8万 远超过预期的25万 创作今年2月以来的新高 结果令美国的失业率在7月份下跌至3.5% 市场对出现这个结果有点意想不到 原因是之前公布的美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以年率计下跌了0.99% 年同首季下跌了1.6% 已经连续两季出现收缩了 在技术上来说 美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衰退 通常伴随着经济衰退的 往往是失业率的上升 而不是失业率的下跌 有了新的失业率下降的数据 大家都估计联储局会更加坚持原先的看法 就是连续两季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也不代表经济已经进入衰退 如果联储局不认为美国的经济在衰退 那在加息的取态上就会更加进取 市场估计 9月份联储局再次以息的时候 会因为经济无后顾之忧 而再度加息0.75% 而不是原先预期的只是加0.5% 这个突如其来的转变 令到投资市场受到沉重的打击 股市、债市、金市都齐齐掉头下滑 原先大家预期加息周期 延至到明年中就会告一段落 之后就会掉头回落 但现在大家对这样的预期 已经不存在太多的寄望了 那我们怎么去解读呢? 为什么美国在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 就业职位竟然可以增加 导致失业率进一步回落呢? 这种情况究竟会不会令到经济恢复增长 令联储局可以一心一意去对付通胀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看看本地生产价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简单的算法是 GDP就是等于消费加上投资加上政府的支出 再加上贸易盈余 即是出口减进口 失业率低大部分人都有工作做 有收入自然就会有消费 是的,有余力还可以去投资 政府也可以因而收到更多的入息税和销售税 来增加政府的开支 这些因素都是可以带动GDP上升的 唯一一行 不会因为失业率低而得益的因素是贸易盈余 美国工人有工做不代表美国的产品在世界上有竞争力 可以是美国出口市场不断被其他国家的产品侵佔 而产品亦可以因为性价比低而卖不起价钱 结果美国的外贸通常都是为GDP带来负增长 只是美国的GDP一向都是靠内需为主 外贸的占比很少 只不过美国近年的内需增加并不健康 并非来自于正常的生产增值 而是来自QE下的低成本资金 结果政府在财政赤字激增的情况下依然增加开支 而民间亦可以在借助信贷方面去增加消费和增加投资 当政府和民间都可以透过QE获得资金作为消费和投资的时候 当然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但是如果这些工作的增值能力低 消耗多个产出 经济其实一样可以负增长的 美国的问题是只能够将紧急的时候采用的QE招数 变成经常都依赖的资数 这样下去迟早都会爆雷